淡海輕軌捷運目前進度已經超過了60% 許多高價部分也已經完成 不過日前有民眾在淡金路一段 米蘭橋下方發現有許多剛垢支撐架 引起大家質疑是否橋樑主體已經有出現受損 因此市議員鄭允恩日前更會同捷運工程局 公路總局以及相關人員到現場了解會看 其實主要是因為居民反映看到橋下有這樣的千金頂 那其實千金頂主要的作用就是撐重 那我們當然居民會一律說是米蘭橋它橋本身已經有問題了 才需要用這個千金頂 還是因為捷運的經過所以需要做這個永久性的支撐 那所以辦了這個會堪請捷運局來說明 剛價事實上是我們為了夜間要運輸我們的玉柱箱行樑 為了要支撐這個玉柱箱行樑運輸過程中它的一個反例的一個系統 所以目前做這個鋼架主要就是要為了配合玉柱箱行樑的運輸 那我們為了讓這個橋樑有足夠的支撐能力 我們所設置的臨時的這個戰車的支撐架 捷運局表示其實這並不是橋樑主體結構受到損壞 而是為了要增強橋樑承載力道 由於捷運高架所使用的玉柱箱最多都重達200公噸 時常都必須經由車輛來載運經過淡金路送到工地現場 再加上米蘭橋有25年的歷史相當老舊 因此針對淡金路上所有的橋樑進行設置鋼架 加強支撐力道 不過對於設置的方式 前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工會全國聯合理事長蔡水旺 在現場會刊讀也提出了幾點疑問 千金庭的受力情形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平行 是不是當時設計有這麼考量 如果沒有這種考量的話 像現在這樣是不是有必須做一個修正 它上面的這個玉立兩距離橋樓 大概我們都會踩一個平行 就是讓它可以確實掌握 我們目前預估大概以河山橋 以這個米蘭橋這邊這兩座鋼架 我們大概預估九月底前 我們會把它完成這個拆除的作業 因為我們玉柱鄉起娘的這個吊樁也告一段落了 是的 我們會依照一定的程序 我們在把這個支撐架拆除之後 我們會跟這個相關的橋樑的主管機關 我們再來辦一次線看 然後以一定的程序來辦這個復舊的作業 因為這個要載這個玉柱的橋樑 所以它本身就有重量了 那它的這個負重確實是超過橋樑可以負荷的 所以為了避免傷害到橋樑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臨時性的這個千金頂 然後讓這樣子的負重可以回撐 那希望說這個在施工完畢之後呢 我們也要求他們再做一次的檢查 跟這個金美工廠做一個評估 然後讓這個橋樑沒有被受到破壞 針對技師的提出質疑 捷運局將會針對支撐力道分布進行評估改善 而捷運局表示由於這些支撐架 都是為了工程車的經過 所搭建的領取剛架 因此在9月所有的高架完成之後 就會將這些支撐架拆除 並且與公路總局進行橋樑評估 還給用路人一個安心的行車環境 記者許多人應該選擇在摩擺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